第五题如果呢这个数列ABC乘等差数列 而且呢他们的公差是2 公差等于2什么意思呢 这个公差有定义是后项减前项是等于2 每一个后项减掉前项都是2 所以才叫等差数列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B-A等于2 C-B也是2 好那我们接下来判断 下面这四个选项到底是不是等差数列呢 第一个A选项A加5B加5C加5也是等差数列 这个没错 为什么没错呢 我们可以来检查看看后项减前项 B加5减掉A加5 5都不用看 5都已经减掉了 所以剩下来是B-A 那B-A是多少 B-A等于2 第二个C加5减掉B加5 等于C-B 因为5也减掉了 C-B多少 C-B也等于2 后项减前项都是2 它就是等差数列 这个等差数列呢 公差等于2 所以A选项是正确 它是等差数列 没错 再看B选项 5A 5B 5C是不是等差数列 我们来把后项减前项 5B-5A 5B-5A 5B-5A是多少呢 把5提出来 5提出来5乘以B-A 那B-A是2 5-210 那5C-5B呢 是不是也是10呢 如果是10的话 那就是等差数列了 把5提出来 5乘上C-B C-B也是2 5乘以2等于10 所以每一个后项减前项都是10 这个是等差数列 而且它的公差是多少呢 公差等于10 它是个等差数列 C选项来看一下 这个C选项呢 后项减前项 好 B-1减掉A-1 减1都消掉 剩下B-A B-A就是2 后项减前项 C-1减掉B-1 减1都消掉了 剩下C-B C-B也是2 所以呢 它是等差数列 而且这个题目 这一个选项的公差 等于2 第四个 A平方B平方C平方 是不是等差数列呢 我们要来判断一下 后项减前项 B平方减A平方 会不会等于C平方 减B平方呢 我们先用平方差 来看一下 B平方减A平方 等于B加A 乘上B-A C平方减B平方 C加B乘上C-B 那我们知道 这个 B-A 这是2 C-B 也是2 那问题来了 B加A会不会等于C加B呢 很显然是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ABC乘等差 这个 C呢 会等于A再加4 这个C 等于A加4 它不是等于A 它等于A加4 所以当然 这个C加B 会比这个B加A 还要来得大 我们B不要看 B这个B都一样 一样不要看 那这个C C就比A大 所以这个一定不像的 公差 后向减前向 不一样大 所以这一题 不是等差数列 答案选D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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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